Mid Journey虽然很强大,但你用起来是不是觉得挺费劲的? 要去想描绘什么画面,怎么设计指令的结构,还要学习各种参数? 这个视频我会分享一个办法,让你不用再费脑筋, 直接让ChatGPT生成指令给Mid Journey,生成高质量的图片, 尤其对于新手很好使,我们开始吧! 首先打开你的ChatGPT,普通版就够用, 当然Plus会有更好的效果,复制进这个指令,内容很多啊, 里面包括了向ChatGPT介绍Mid Journey的基本情况, 指令的使用规则,以及具体指令的举例, 目的是运用ChatGPT的学习能力,喂养它, ChatGPT学习可比人类快多了。 把指令敲进去之后,不到一秒,ChatGPT就已经学习完成了, 它会回复一个read, 然后呢,我们复制下一条指令, 在这里要把我们想要生成的内容输入进去, 可以直接输入中文, ChatGPT呢,也能翻译出来, 然后用英文给你回答, 但是如果你英语比较好的话, 可以直接使用英文, 这样可以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错误的概率。 在这里呢,我让ChatGPT来生成一个电影女明星在1960年代的咖啡厅的一个描述。 然后你看ChatGPT就把指令给生成出来了。 输入到ChatGPT里的这两个指令内容比较多, 我会放在视频说明里, 如果你需要, 可以点个赞, 然后拿去直接使用。 把ChatGPT生成的指令复制好, 注意还要检查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ChatGPT给出的内容会有问题, 需要手动调整。 然后打开Mid Journey, 把指令直接丢进去。 这一大串文字, 我自己可写不出来。 照片生成好了, 看看效果如何。 感觉还是挺真实的。 我们点击放大看一下细节。 整体的感觉就是很逼真。 如果你说这是一张真实的老照片, 很多人都会相信, 这就是Mid Journey V5的一个特点。 它的细节处理得非常的逼真。 总之呢, 视频里展示的这个方法, 是不是又快又好使。 整个过程甚至不需要一分钟, 你就能产生非常好的结果。 最后来看一下, 我用这个方法生成的一些照片。 汉堡包。 东方舞者。 希腊的猫咪。 东方的女孩。 可爱的猪。 1930年代的女明星在海边。 金子。 1960年代咖啡厅里的女明星。 北京的Live House。 Kung Fu Master。 香水。 是不是都挺有意思的? 重要的是你要动手试试。 那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您看。 内蒸。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